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最终怎么样 又给掉下来了 那为什么到最终又滑下来了 其实我说过量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看今天成交量多少 今天成交量预估还是只有2800亿 那我想在前面几天的一个视频里面 我也讲得非常清楚 你要化解高档这么庞大的一个压力 这需要时间 而且量能你必须要能够扩充 你光靠短短的2000多亿的量 你要去化解当时在高档 3000 4000亿的一个套牢筹码 我想这个基本上困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说量放不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就只有来回震荡 那我想从这个礼拜 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很清楚你看上去又下来 下来又上去 下来又上去 上去又下来 就是一个整理 那既然是一个整理 那我说过的盘面当然就是各股表现 那既然是一个各股表现 各股轮动的一个格局 那我说过操作上面 你必须能够让自己怎么样 除了掌握节奏以外 我说你在选股上面 你必须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先讲求不伤身体 然后再来讲求要效 一样的道理 先让自己立于不败 你再来讲说我想要赚多少赚多少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 股市操作 如果你完全没有风险意识 你只是顶着钢柜一路往前冲 哇哪里有钱赚你就冲 当然不是说你这样赚不到钱 但是你哪怕有一次 一次就好 哪怕只有一次 因为你没有风险意识 你前面再怎么会赚 你只要有一次 你可能就把全部 你前面赚的全部都吐回去 所以我在带会员 或者说我在节目里面 我跟各位所分享的一个概念 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 很多人都看 行情对了 股票对了就会涨 就会赚 没有错 但是我一直 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纵使是一波对的行情 纵使是一个对的趋势 纵使是一档对的股票 你更要用对的方式 你更要有正确的投资观念 才能够在稳定中 好来累积你的财富 我说我做股票 终究它是个投资嘛 如果说你要赌 你了不起说是投机了 我讲还不到赌的地步嘛 如果你真的要赌 我说你还不如去澳门赌两把 你胜算还会大一点 既然是投资 我们就是怎么样 用正确的策略来做一个应对 那到底该如何做 如何做 能够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安全 当然大家来股市就是为了赚钱 可是我说过 除了赚钱 而且要赚大钱以外 你更是要在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 来赚大钱 所以我说过了 以现阶段来讲 盘面除了说 没有立即急行军的 这样那个条件以外 我说过现在9月1号了 你看从今天一直到下个礼拜 尤其是下个礼拜 是不是一整个礼拜怎么样 都要陆续的公布8月的营收 但你想陆续要公布8月营收 这是不是一个变数 当然是一个变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盘面上的或者市场上的这些业内主力 法人 纵使他们看好一些股票 他们敢在这个时间点 自无忌惮的 来往上拉抬他的股票 我想不敢 对不对 反倒是他们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 怎么样 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怎么样再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锁定一些低位节 可能股价被低估 可能股价它是被错杀的 对不对 总之它的股价就是还没有凸显它该有的价值 那这些股票他们会趁着现在 盘面还冲刺了一些变数 然后逢低开始买进 那等到这些变数消除之后 行情立于开始有一个波段涨势的时候 这些股票一喷出去 因为它位阶低风险低 而且你敢买多 这是重点 你敢买多 我就在高档的股票重视你敢买 你也不敢重压了 对不对 可是低档的股票你就敢重压 那你敢重压 IR又位阶低 那你又买得多 那未来一上去 是你就能够赚得最多 所以我想这一波 我们所锁定的方向非常明确 对的趋势 叫做什么 叫做AI 那你看昨天不是还在讲说 这个美国要针对这个中东 也要限制一些 这个灰达高阶晶片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外销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各位 我说这还要进一步的确认 为什么 因为三个同样一件事情 英国媒体报的 路透社报的 跟灰达自己讲的 居然有三套版本 不是同一个东西 哪有三套版本 所以说我说这要 进一步的做确认 所以果不其然 你看今天 雷蒙多部就出来讲了吗 美国的商务部就出来讲 我们这回事 我没有说要对这个中东 要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禁止外销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回事 你看 昨天莫名其妙的 有没有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当然今天 整个AI 也没有说因为 这个消息被厘清 那出现了 一个比较明显的掌声 但是我跟过去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罗文斌在做股票 或者说我给各位的一个建议 我认为股市里头真正的输赢点 并不在于说我今天股价 我的股票有没有涨 或者说有没有涨停 我看好AI 今天AI没涨 so what 难道今天没涨 我就赚不到钱吗 我做股票不是做一天 对不对 最重要的还是说 整个大趋势的方向 你有没有看对吗 好那我想AI的部分 趋势我不用再多讲了啦 这个过去已经讲到都老掉牙了 对不对 重点是在这样的一个趋势 在这样的一个题材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我如何能够让自己 能够赚的最多吗 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那怎么样能够赚的最多 我说过的 你要让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去掌握一些低位阶的股票 所以我想很清楚 这段时间 尤其是整个吧 今天九月嘛 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八月份的一个操作 八月份的操作 各位也看到了 整个AI的股票 不管是广达也好 不管是技嘉也好 所谓的AI三雄 有没有 又或者相对比较弱势的 伪创也好 基本上八月以来 几乎怎么样 都没有看到高点了 都在整理 但是我说过 整理归整理 又不是说意料不败 它只是现在在整理 未来在趋势的一个架构之下 在趋势的一个推迟之下 终究还是有机会再找 只不过相较于AI三雄 你们都很知道 我说全市场都知道 我们做的是华硕 对不对 你自己去比较看看 就整个八月的走势 华硕长这样子 你再比较一下 伪创整个八月长这样子 你买在八月处 到现在我 都不晓得配多少了 对不对 然后广达整个八月 载幅载成 你说这里有创新高 一秒钟了 创新高一秒钟对立有好 而且那天还大长黑一根 有没有 到现在 你买在月初的 到现在也是在等解套了 有没有 还有什么技嘉 被纳入大摩成分 这个Modern Stanley的成分股 你看也是一样啊 你买在月初的 你看到现在 你也还没解套啊 相较之下 我们的华硕 你看你买在月初的这里 而且还是连续的买进 有没有 我说拉回 三百五三百六 三百七三百八 三百九连续的一个买进 纵使在三九九吃到饱 在八月二十三号这一天 我们还是一样继续再买 随着股价往上冲高到四三八 你告诉我 你有哪一个会赚不到 创新高就告诉你 这段时间博弱 你在哪一天 你哪一个点位买的 你都是赚钱的 是不是高下立判 是不是强弱 马上就被比出来 为什么我不要买AI三雄 我要买华硕 我说过的 我不是看坏AI三雄 只不过你AI三雄 你位阶高嘛 那你华数位阶低嘛 那现在排名上 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厘清 你想业内啦 主力啦 法人啦 他会在这种情况 去追逐这些 已经涨过超过倍数 三倍五倍 这些位阶高的股票吗 当然不会嘛 他们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他们会掌握一些 目前股价被低估的 让自己怎么样 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来做一个布局 而且不只是一个 安全的环境下布局 因为他股价被低估 所以未来当他开始走喷出的时候 他的空间也会最大 既然他的股价空间会最大 你才能够赚的最多嘛 我说你来股市里面 你无非就是赚钱 但是你是为了赚加财金 为了赚利用钱吗 都不是嘛 我相信你希望能够赚的大钱 能够远离一个梦想 这才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所以为什么 我说我们看结果就好 为什么我要买华硕 我不买AI三雄 都是我看好的股票 可是为什么要买华硕 原因就在这 因为华硕有创新高 你看这段时间 你买在350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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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你看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比起AI三雄 你买在月初的现在等几套 是不是天壤之别 好 那不止说我们帮各位掌握了华硕 这一波创高 让大家大赚以外 来我们还做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还做了分段操作 8月25号那一天 我们把加码单怎么样 加码单全数的获利入带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短线上面创高之后 短线如果有整理的必要 我不会去跟他赌 我说过要赌去澳门赌了 做股票不能赌了 那既然他也要整理的 我管你要整理多久 我管你要整理的幅度有多长 对不对 幅度有多深 你只要整理我就先出一趟 就这么简单嘛 尤其我说过为什么要出加码单 我原始部位买完之后 加码单是连续的做一个买进 换句话说随着股价的一个创高 这些加码单就是多赚的嘛 而且我怎么卖 我都是大赚的 我为什么不先出一趟 我说过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有没有规避掉 有没有 另外干嘛 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你看我在高档出一趟 拉回 我再买回来 那是不是就有价差了 对不对 价差是不是能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最重要的 当你一手有股票 一手有现金的时候 是不是进可攻退可守 是不是完全掌握你盘面一个操作的主动权 我原始部位还留着 因为我成本够低嘛 你再怎么挣挣不到我 我为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所以纵使 他如果没有整理以后了 很多投资本都会说 我股票卖掉 问他继续涨怎么办 很多人都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时我只问各位了 继续涨你不能祝福他 你没有这个哑量吗 再者 你卖掉了股票 你手中有现金 你有现金你怕买不到股票吗 现在又不是民国77年78年 如果民国77年78年 还真的是有钱买不到股票 因为黑板上每一档股票都涨停板 你真的有钱买不到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是吗 你有看到哪一天 黑板上所有的股票都是涨停板吗 没有啊 所以你有钱你不用怕买不到股票 再涨 但他买回来就好了 要不然就祝福他 我们买其他的股票啊 难道全市场 就只有那一档股票会涨吗 对不对 所以 我说我手边有原始部位 他涨 我就继续让他赚嘛 那拉回 你看我们这样 高档出一趟让他拉回 我现在手中有现金 你不管股价振也好 大盘振也好 我会不会怕 我手边有大把的现金 你拉回我随时可以再低接回来 赚价差 我有什么好怕的 这个就是操作上的一个策略 这就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要用对的方法 纵实讲对的股票 你要用对的方法来做一个应对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的策略非常的明确 低档买进了华硕 高档出一趟 把这个加码单全数获利出清 现在拉回 我还是看好他 怎么办 拉回就买回来啊 赚价差就这么简单 好那现在 我们还在掌握 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出手 还没有出手 因为我认为 真正最优的一个买点 还没有到 但是 随时会出现 因为毕竟你看 他反复的测试 四百的一个关卡 其实 这个就是在测试下一个买点 但是不叫你四百块去买哦 这点很重要 因为我说过 你还要去看他整个筹码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一个选股也好 操作也好 尤其我说你有大资金的 你看嘛 你这段时间 如果你跟着我做华硕 到现在你有没有大获全胜 又或者说你每天追来追去 冲来冲去 又或者你去做其他的股票也好 做AI三雄也好 你告诉我 你真的有赚得比华硕多吗 所以是不是方法很重要 所以不管你的资金大小 尤其是你有大资金的 我说过你更要用对方法 来做对的股票 好那对于华硕 我说过 接下来到底哪里是新的一个买点 你有兴趣跟上的 欢迎大家来预约华硕的新买点 怎么预约 只要在我们的股市卧病汉 官方账号light的一个对话视窗 打加1 并留下电话号码 当买点出现 我会带着各位带着我的会员 带着有预约的这些投资朋友 在第一时间来掌握华硕的最新买点 好那还没有加入股市卧病汉 light官方账号的 也可以利用 这个QR Code 先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 之后在对话视窗打加1 留下电话 一样可以完成华硕 最新买点的预约手续 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那我们祝大家操作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